大家好 两位成功人士正在谈合作的问题 正谈的水声火热的时候 秘书不敲门就进来了 要我说 这个秘书真是不懂事 进大老板的办公室 怎么能不敲门呢 这样是的 早晚开除了 总市长天龙一看 这样不礼貌不行啊 当即训了秘书一顿 然后问道有什么事情 秘书说道 楼下来了一位农村人 说是你的弟弟 天龙很纳闷 我什么时候有个弟弟 难道是妈妈偷偷生的 没告诉他 秘书说道 有二十来岁 好像姓赵 听到这里 天龙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心里默念 还好还好不是他妈生的就行 说着就让秘书 把这个农村表弟请了进去 合作人一看现在自己也该走 毕竟要开始处理家事 就不好意思 这时一位长得很长 看见什么都感觉很是兴起 尤其是这辆摩托车 这是摩托吗 都快赶上家里的拖拉机了 真是爱不睡 老铁们 你们知道 这个车多少米吗 留言我们看一下 农村小伙看着这个风车 感叹着这个风车真大 老铁来着想 还没个哥哥把我带忘了 哎呀没有哥 我下车就帮你这儿来了 快坐了 别来坐这儿 那行哥 哇塞 这个沙发真乱 我都快睡着了 哈哈 董事长天龙和表弟坐在一起 就是一顿寒暄 家长里短的 问候了双方的主动十八代 这时天龙想到 人家那么大老远的过来 这要出去吃饭 不能怠慢了远方来的表弟啊 这要不吃饭 回到老家 几两骨都快戳没了 这样吃的可不行 哎呦喂 这个酒店可真是金碧辉煌啊 外观确实大方豪气 只是没想到里面的人 下到酒店服务员 上到酒店老板 都是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看见天龙表弟穿的朴素 就一个劲地欺负表弟 真是气得我牙痒痒 对不起 我们接着来看 老铁们 你们看你们牙痒痒不 哎哥这玩意不能动啊 哎这咋还能钻呢 老弟 一会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点点自己爱吃的啊 哥 这地方吃饭不得板抓的啊 哎 没事老弟 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一会儿啊 咱们哥俩好喝点 哥 那可不行 我家的牛 还没经过呢 老弟 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回 哥能让他走吗 今天呢 咱们哥俩 必须好好喝点 哥 你要这么说的话 一会儿我给我爹打电话 让他经过那牛 一会儿咱俩等他三楼吧 上海了 这麻烦你说的酒啊 服务员 先生你好 小师要是 来个铁 看看喝点什么 哥 这酒也太贵了 不行咱俩喝点昆仑水得了 不可 说什么 你们到底喝啥呀 算了哥 你过来两瓶昆仑水得了 不是 没钱跑这来装啥呀 要喝昆仑水是吧 五十八一瓶 要几瓶啊 这啥水呀 五十八一瓶 那我们可能在哪里面呢 那几块钱一瓶 啥玩意 一块钱一瓶 那你咋不会这么吞个合金 他敢讲话呢 那精髓还不要钱呢 那不行咱们也吃了 这也太贵了 咱走吧 不行老弟 咱们今天必须在这吃 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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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要 哥 你扶我这上台里来一趟 他给你整个奶身 说什么呢 来看看喝哪个酒 哥 我这也不会点呢 没事 我这 苏元 我把你家最为的两个酒给我上来 哥 那可不行 哥 那这把这杯子掉地去了 没事了 一个杯子而已 啥玩意 一个杯子而已 你知道我们饭店打碎一个杯子要多少钱吗 多少钱 数 一千 赔吗 啥 这么多杯子 一千块钱 一千 谁另定的不许 我们经理定了呀 咋的呀 赔不起呀 赔不起滚呢 小姑娘 开门做生意 可没有你这样的 去把你们经理给我叫你 叫我们经理呀 叫我们经理来 可就不是这个价的 经理经理 不愧天理我来俩能壳的 反正杯子打碎了 还不赔钱 真是蛇鼠一窝啊 有什么样的上司 就有什么样的手下 这话一点也不假呀 天龙还以为请了经理过来 这件事就能得到解决 没想到经理比服务员更难缠 直接说赔钱赔的少了 真是没有天理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老铁们 给我冲啊 瑶瑶 打掉一杯子 那我一千不行 不好意思啊 那是我们服务员说错了 我们这打碎一个杯子 两千 那那你们这咋一会一个样呢 我们这就这规矩 打碎一个盘子还得三千呢 打碎一个杯两千多吗 两千 老铁们 你怎么不许想呢 就你们穿着破一楼走的 我能让你们在这做的就不错了 但是跟我装好呀 啊 不是那那我穿这样 那你也不能瞧不起人呢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你没钱没地位 就这待遇 老铁们 真的不是瞎掰 在当今这个社会 穿的破 真是走到哪里都会背 另眼相看 但是也不带这样欺负人 就说不平等待遇啊 你少在这给我把饶 现在两千 不好使了 那两千不行 那还得给多些呀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给我五千块钱 一二 我买的一模一样 啊那行 那要个一模一样的是不是 那我去买 我去买 哎 老弟 老弟 咋的 啥搞了 你也想饱 我保证 今天是你最烦忘的一天 早点 你还要因我当干爹呀 好啊 既然你想玩 今天 陪你好好玩玩 好啊 看我这要看看 今天你的玩意 看他哥 你看我买的一模一样的杯子了 我说 老弟 你是不是傻 人家摆明就是恩 今天就算你拿来一个金杯子 人家也没打算放过你 经理露出一脸的不懈的表情 这个表情我看着 就想揍的 连他妈都不认识 天龙以为这样事情就得到解决了 说着就要走了 没门 经理乃能轻易放过他们 那你是不是一样 大哥 那你刚才 不还说是一样的吗 我们的杯子 都是法国进口 你的这个 就是有点购物 大哥 你看你这是干啥呀 我好不容易找地方买的 这是我的地盘 他轮不到你这是什么 直不直到 啊 你干啥我 现在 不是五千块钱的事的 你信不信 我在后面跟你家打不了 哥 那打不了是啥呀 天龙看见老板来了 这一下事情可以得到解决了吧 不可能一个酒店 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奖礼的人吧 嘿 你还别说 还真让天龙给猜对了 还真没有一个奖礼 知道吗 没想到 这个老板更合 到底很到什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看 打破 打破一个杯子 要我们一千 你觉得合理吗 一千 那确实有点国贩劳 哥哥 你看 还是老板好吗 小兄弟 你太单纯了 我们的饭店 一双筷子就得五百 你认为一个杯子 一千能够吗 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的老板 难道你不懂得平等对待吗 我懂吗 任何人来这吃饭 都是待遇 你能赔 赶紧赔 赔不起 去厨房刷盘子 真是可笑 我堂堂董事长 从小到大就没刷过盘子 今天还能让你们欺负了 你们就使劲的狂骂 现在的你们有多猖狂 等一会就会有多卑微 我跟你咋说话呢 我穿这只还行啊 你坐着跟狗比一样 不是 你的埋子往哪里手往哪摸呢 如果埋子给你卖了都赔不起 你穿的是什么人啊 恨的良心呢 你的狗吃的吗 你有良心 你咋回应该杯子 咋不赔钱呢 咱这只要花酒 就算你有钱 你得低调点 我也想低调 可实力不认许啊 你这小流浪子 在这爸爸傻呀 别知道了 我今天算是找见识 原来开门都实意 还可以说打人就打人呢 打他 打的都是轻的 怎么的 听你这话 是流氓啊 你说错了啊 我是有文化的流氓 你知道我的时间多宝贵吗 一分钟一天 现在 或许 五千 啥 五千 哥 现在城里人挣钱这么容易吗 我说老弟 城里人可不是这样挣钱的 但是也不敢保证 就是有那么几个 但并不是全部啊 不能一杆子 打翻所有人 我学会 哎呦 你还学会呢 你学会的都咋的呀 就是 你们学会的都咋的呀 就你们两个能合吗 敢给我们配合了 行了 你们说过就得了 别说我大哥 我大哥脾气不好吗 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能咋的呀 能把自己气死啊 脾气不好打完 你 你什么你呀 就你们这样事的 相信在农村大家得了 到城里来贴什么图啊 啊 我进城呢 一 是为了创业 二 是为了听狗叫 是什么 创业 听狗叫 你骂谁呢在这啊 哈哈哈哈 这个老板 反应是有点骂 真不知道是怎样 当上老板的 一定不容易吧 看表弟憨厚老实 也不能光欺负人家 有本事欺负天龙 怎么的 咋的 不足啊 要说这实力吧 也就是一般般 我告诉你们 老老实实去 贡图这刷盘子 要不然 我让你们横着出去 钱 不用 就是不赔你 你们把我怎么样 不赔你 小哥 叫我叫他 你干什么呀 别碰我哥 滚开 这个表弟眼的 可真是不容易啊 谁都能欺负他 话说回来 这个老板真不是东西 自己不敢上 竟然让一个女人上 来 我就揍他了 怎么呢 我真是鄙视你了 相信屏幕前的老铁 也同样鄙视你 哥 他还打我 没事吧 没事 我不是让我一起 我找个电话 先网上送 小哥 田园 我帮工作一样 把他来 我给他给你 好 知道 叫人 好 马上就到 老板 前来呢 两处 还记得我刚才说过的话吗 今天 就是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 不是 怎么呢 还跟我们在这来劲呢 让我难忘 今天 我就要看看 怎么让我难忘 行 可以 请保持住你 现在的嚣张气焰 希望等一会 希望一会我的人 你还能这样牛掰 我们一起 接着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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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卡里有300万 你的饭店可以换个信了 换信 都别动 好了 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少做恶事多行善 没有谁的尊严 是被别人无情地践踏 不是别人给你记住 而是你触碰了别人的底线 这样的结局你还满意吗 现在这个社会 谁还不知道谁的吗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切磨狗眼看人逼